这位女士 我不知道你平时 跟别人沟通的多吗 还是说你在家里 只是围绕着孩子 并没有出去跟别人 说过你们之间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是 民政部门的人 我真的有点上头 你俩一会儿来 一会儿回 一会儿又来 一会儿又回 太冲动了 事实上我现在发现 先生已经冷静下来了 即便是女士这么说 他都说我就不离 可是不离也解决不了 你们之间的问题 因为明显我觉得女士 你的诉求是不一样的 你跟他在教育孩子的理念上 在家庭的观念上 完全都不一样了 我刚刚替你咄咄逼人的 一直在指责他 我都很震惊 包括对孩子 你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身上的问题是吗 我没有问题啊 我有什么问题啊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他就是特别理直气壮的 我怎么可能有问题呢 我对你对孩子 我都没问题 但是我们听下来 我必须要说 旁观者是清醒的 至少从今天你们的交锋 和你们的这个言谈来说 我觉得你问题非常大 你太苛责你的孩子 包括苛责你的家庭了 就单就游泳这个事来说 孩子已经都想撒谎 说我不想去了 我身体不舒服 说明他心里的排斥有多大 我举个例子 我的女儿她那个时候学游泳 她很害怕水 每天就抖 我也很着急 但是我给她时间 让她慢慢 她一次不行 甚至一年不行 你知道吗 她后来到了第三年的时候 学会了 我觉得为什么你会 那么苛责她 我不明白 而且每次要考第一 照你这么说 我们这些孩子 就不当我们的孩子 连我们都是坏孩子了 我从来没有考过第一 那我很骄傲 我拿过第一 真的 倒数第一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 来到这个世界上 赋予她的职责都不一样 我们要接受接纳 并且用欣喜的这种心态去爱 我看不到你作为母亲妻子 你对爱人和孩子 有那种欣喜之爱 可以接纳她身上 可能不完美 但是依然可爱的部分 我觉得这是你最大的问题 事实上 你如果坚持离婚 我不劝你 因为你的个性很难改 你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但是我建议 如果你离婚 俩孩子给她好吗 也许她在你眼里 是不成器不争气 但是她可以给孩子 一个很快乐和健康的心态 健康比成功重要得多 我也是妈妈 我会知道这种厉害关系 你对孩子的伤害有多大 所以及时地想到自己的问题 注意分寸 把握分寸 好吗 来 陆琪老师 佑女士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儿 很难跟你沟通 因为你以为自己还是个领路的人 你在带领着一家人 带领着孩子往前走 你不知道你走的路是不对的 那很简单 首先第一个 你有什么害怕和恐惧的事情吗 你告诉我 你怕什么 你什么都不怕 你看 就是我内心是毫无恐惧的 正常人内心恐惧嘛 比如说 哎呀 我就害怕我要离了婚 那个 他不愿意跟我复婚了怎么办 我就怕离了婚 我没有经济收入了怎么办 我就怕离了婚之后 我一个人照顾不了孩子怎么办 你没有这些恐惧的 说了又就离 孩子我就带走 对就是这样 对呀 就是这样 每次都这样 因为你内心没有恐惧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觉得你快乐吗 不快乐 你觉得你孩子快乐吗 你觉得你老公快乐吗 你全家都不快乐 对呀 请问你在带领这个全家在干什么 为什么你会搞到一个全家都不快乐 如果你觉得自己样样都对的话 就是因为他们资深的原因 不按我说的去做呀 为什么你也不快乐呢 因为他们不听话呀 那你为什么你离了婚之后 你还是不快乐呢 对不对 你看不到你自己身上的问题 当你内心发现 我对这个世界毫无恐惧 我什么都不怕 然后我又搞到身边的人 没有一个人快乐的时候 你要认识到这个 你走的路是不对的 这是说你的 第二个我要说你 我不认为你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认为你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一个跟你在一起的人 会变成这样的性格 你有没有责任 你听一下 有可能是我官 对呀 他为什么会毫无恐惧 他为什么那么多年 还是没有任何的成长 为什么他和社会脱节到重程度 为什么 你是不是也有责任 家庭成员任何一个人落伍 所有人都有责任 所以当妈要学会当妈 如果你内心没有一点点不安全感 不觉得万一我孩子没有交好怎么办 始终觉得我是对的 你这个妈是不会当的 当老公也要学会当老公 如果你当了一个老公 你家庭里面成员 所有的人都不快乐 都没有成长 那你这个老公也是失败的 一个家庭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有你的 就这样 谢谢 谢谢陆七老师 女士 当你的孩子太痛苦了 当你老公更痛苦 你还不觉得自己身上有问题 孩子身上起红斑 去查一个过敏源就可以了 任何一家医院都可以查 你为什么非要到南京去啊 那肯定是想让他去搭的医院 放心啊 这个时候 在折腾孩子去那么远的地方 万一会发生更多的危险呢 你没想过吗 当妻子的 你连饭都不会做呀 孩子吃过你做的一顿饭吗 拿锅是来热外卖的 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还买七八个锅 因为不同的锅热出来的外卖 味道不一样 然后您还站在这大言不惭地说 孩子要考第一名 你对你孩子和先生所有的苛责 根本不是为了他们好 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虚荣心 因为你瞎攀比 你觉得爱孩子方式 就是给他买好多好多的鞋 好多好多的衣服 别人家孩子有什么 咱们就得有什么 别人家孩子抱十个班 咱们抱十二个 这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对呀 我告诉您 父亲是天 母亲是地 天地宽阔而万物生 父亲是笔 母亲是墨 笔直墨浓而化一新 所以父母的样子 就是孩子未来的样子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很少在这个舞台上 看到力气如此之重的女性 可能生活中 我们都也极难见到 其实我听你一直咄咄逼人 声调无比的尖锐 一开始我是愤怒的 后来我真觉得 这个人好可怜 一点没有自知 一点没有自行 一点一点把你的家庭 逼上了绝路 你看看你今天得到了什么 你以为孩子穿一双好的鞋 就能弥补你童年成长 没有漂亮衣服的遗憾 你以为孩子考了第一名 就能弥补你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缺失 不能 那是你的人生路 你的缺憾只有通过 你自己的内心才能弥补 如果你真的想要好的生活 想要幸福 想要快乐 想要爱 自己去做呀 把自己做好 而不是逼孩子 去成为你想要的样子 你这一生做的唯一的 值得让你庆幸的事 就是遇到了一个傻老公 居然能容忍你如此 不明是非的做母亲 做妻子 其实你已经拥有了 很好的人生的基础 一个周而复始 让你离来离去 又还留在你身边的男人 如果你真的不珍惜 变本加厉地去折磨这个家庭 去让这个愿意 为你付出一切的丈夫 最后心昏一冷 你什么都得不到 所以我是希望 你今天来到这里 别白来 去听听别人怎么说 看看真正一个 快乐成长的孩子 应该具备的是什么 请你睁开你的眼 先生其实大家都在说 女士有问题 她确实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你的问题 一点都不小 你好歹是自己 有社会经历的人 他这能把孩子带好吗 你不自知吗 对于你们的夫妻感情 你太懦弱了 你明明知道 好的方式是什么 却一味地纵容他 所以如果先生 你意识到这个是问题 你又不愿意 把这个家庭搞得支离破碎 你得是这个家的领头人 你得是这场婚姻的领悟人 你得是孩子的先行 你要担当起这个责任 实在不行 她回娘家 你带这两个孩子好好过 你看她回不回来 她不回来就是 她不值得成为 这个家庭的女主人 其实能说就这么多 如果你们今天 能够看到问题 愿意发现问题 去解决问题 我还是希望你们 好好过 如果不能 先生 争夺抚养权 自己带着孩子 你有经济能力 有教育孩子的能力 到时候哭的是你 谢谢 好 谢谢颜老师 先给你道个歉 对你态度不好 就站在我这位置上面 应该是不要 发那么大的火气的 所以我 必须就态度问题 跟你道歉 但是确实没控制住 我之所以 说要法庭上 让他去 跟你谈离婚的问题 知道是为什么吗 我特别想知道 你心里怕什么 后来我发现 你这个都不怕 这个就让我们觉得 特别恐惧了 在这个问题上 我跟陆琪老师是一样 你会特别特别恐惧 我就想知道 就是 当你儿子 不敢回家 在隔壁楼道里 背着书包哭 你听到这一幕的时候 你心里不难受吗 不难受 我一肚子气 没考好 还有点哭 太可怕了 所以这就是最可怕了 你一点敬畏之心都没有 你真的不害怕孩子出问题吗 孩子由我来教育是最好的 不是你不害怕他们出问题吗 怎么可能以我这种教育方式是最好的 哎呀 哎呀 行吧 那个 我就一个建议好不好 从今天开始 对成绩的要求稍微放松一点 更多的来关注一下孩子对爱的需求 好吧 毕竟经过了十年的风风雨雨 现在小孩也渐渐长大了 我希望你能为我们这个家庭 能为两个孩子改掉你的脾气 我希望我们能好好的生活 你不要把我们的婚姻看出一场爱戏 你就是对我不相信 教育孩子的方面呢 也不跟我站在统一战线上 跟我唱反调 教育孩子我们俩一间要一致 你平时也不管孩子 教育方面的事情就要听我的 你不要跟我唱反调 我们要一见一致 你先不要求他 咱们说夫妻之间达成统一 前提是不是基本认识得对啊 如果是错误的统一 那不是把孩子害了吗 你要允许你的孩子 不能考第一名 你要允许你的孩子懦弱偷懒 你要允许你孩子身上有太多的不足 这才是你爱他 那我想问 他考不了第一名 你还爱他吗 喂 那我的孩子考不了第一 还是我的孩子吗 我问一下 如果孩子说 我的妈妈就不是很优秀 我也不希望她是我的妈妈 你这个妈妈 你身材也没有其他的妈妈好 你长得也没有别的妈妈漂亮 你也没有别的妈妈温柔 那你还是我的妈妈吗 你的孩子如果这么说 你会难过吗 我觉得你刚刚这个话特别刺耳 你的孩子就一定要特别优秀 又要出人头地 你的老公也不能够比别人差 你所有的一切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你呢 你有想过你吗 我是不是比别人足够优秀 我比别人更强 比别的妈妈更具能力 我会给他们衣食住行 安排得特别好 我买十个锅 因为我十个锅我都会用 你是这样的吗 你好像也不是 所以你凭什么要说 我的孩子如果考不了第一 他还是我的孩子吗 那你的孩子就可以反问你 我的妈妈都不会下厨房 那他是我的妈妈吗 我的妈妈也没有上过大学 他是我的妈妈吗 我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 说实话 我可能会俗气一点 我觉得我坐在这儿 我比你年长几岁 可能比你精力多一点 我应该比你自信吧 但是我没有这个自信 我常常会问我的孩子 宝贝 你的妈妈有时候 做厨房的事做不好 整理家也不行 你会把妈妈跟别的妈妈比 你会觉得心里有点失落吗 我特别感谢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说 没有啊妈妈 我觉得你很好啊 虽然你这个不会 但是你会别的 我觉得很好 我特别感谢我的孩子 我所以也希望 你这个妈妈 能够告诉孩子 孩子你可能没有 别的孩子那么好 你可能没有考第一 但是妈妈 一点都没有减少 对你的爱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会这样 我真的不明白 多可怕啊这思想 别那么想好吗 回家 不管你和老公的 关系怎么样 好好学会 疼爱你的孩子 给你孩子的空间 当老公的 有点作为吧 咱今天不说离婚的事了 您的性格我们拦不住 一会儿这个门开 你愿意改变自己的方式 你就从门里出来 你不愿意改变 你可以离开 先生也很简单 咱们不说离不离婚的事 你愿意为这个家庭 多承担一些 主动地担起一些 孩子教育的担子 您就出来 您要不愿意 您也别出来了 好不好 谢谢你们两位 请回请回 请回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请回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